爱情喜剧《单身男女》自2011年在中港两地上映之后,不仅赢得了好口碑,更获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。 日前转战香港的《单身男女2》拍摄正憨,恰逢男主角古天乐生日临近,为了犒劳在这部戏中拍摄辛苦,受折磨的男主角古天乐, 也为了给紧张拍摄中的主创一个放松的机会和惊喜,导演杜琪峰和韦家辉,特意准备香槟和蛋糕为古仔青。